我們今天聊的是拜登昨天在這一個美國國會 北日演說當中不但強調這一個美國在電動車 電池相關的領域一定要領導領先全球 而且事實上美國現在加大力道推動各式各樣的 電動車跟五人車這個是加州新創公司 最新的五人車新鮮直送 那如果你買菜的話 他就把菜通通都鋪到這裡 好像超級市場的這個貨架 然後直接配送到你家 確實我們在之前也介紹過很多無人車送貨 可是以前都是你在網路上買好下好單 他送到你家 可是大家買過網路上的東西就知道 很怕說我網路上看到跟我實驗的東西有落差 更何況生鮮食品這種東西 所以加州這一家Robermart這家公司 很聰明 客戶要買生鮮食品 來你下個單以後 來我們看畫面 他的那個貨車打開車門就像這個超級市場的貨架 是就把車子開到你們家門口 他們打開各種東西呈列在這邊 而且都有標明價錢 你看喜歡的你就拿一拿 好你確定了OK再一按門關起來自動結帳 帳單就寄到你的帳號所連結的銀行帳戶裡面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就是一個非常新的運用 跟我們傳統上我們看到無人車都是只是把你訂好的東西送到你家 完全不一樣的概念 而且他也不怕說你會不會你打開的時候你真的會進去 沒有這個是行動的自動販賣機 對 就是說我們從小一個小學自動販賣機投個硬幣就可以買個東西啦 這個等於是有輪子然後他配送到你家嘛 可是我们要知道它是生鲜食品 如果以台湾人的习惯 可能菜给你摸一下 机构给你摸一下 在国外基本上 人家比较不用担心这种事情 所以说这真的是一个 蛮创新的一个idea 来我们再看到 亚马逊推无驾驶 无方向盘的无人车 我们要特别讲一下 无人计程车这种 无人车概念很多 可是没有方向盘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情况 根据市场上的无人车的分类 我们大家都知道有1到5级 只有到第5级的无人自驾车 才可以完全把方向盘拿掉 好 就现在画面这台 这个是亚马逊正在配送的 无人自驾车 是 那它基本上 它是要做计程车用 不过现在还是实验性质 因为我们刚刚说的 你要到第5级的自驾 才是可以完全把方向盘拿开 换句话说就是 我完全信任这台车的自驾功能 所以亚马逊现在已经在朝着 这个方向在做测试 所以它这台车的设计 基本上可以坐4个人 而且每个人的座位都有安全气囊 因为毕竟现在要到这么高等级的自驾 还是有段距离 好 那这么一台车呢 充完电它可以跑16个小时之多 而且不要小看它 它时速可以到120公里 所以这样子一台无人的自驾计程车 这个亚马逊的新创公司 它准备会在拉斯维加斯跟旧金山 等等城市推出 不过我们刚刚一再强调 还在测试阶段 因为你要真的把方向盘完全拿掉 表示如果万一有各种状况发生 乘客是没有办法去处理的 所以这还有一段的时间 才会正式的推出 来我们再看到一样是无人巴士 这居然是无印良品 我们跟无印良品的概念 不就是麦麦先类似文错的东西 结果它也在做无人巴士 而且人家是正式在经营的 只是它在经营的地方 居然是芬兰的赫尔辛基的 很乡下的地方 那它冰天雪地可以顺利的运输 对 那必须讲一下 无印良品做这件事情 基本上不是为了赚钱 它是为了公益 因为在那种冰天雪地的地方 大概都只剩下那些老人 因为年轻人大概都出外去工作 可是在当地 大家也知道冰天雪地 你要外出非常的麻烦 所以他们就坐了这种无人巴士 就在冰天雪地的地方 去载送这些老人家或是小孩 那当然因为这个地方 基本上也没走太多的车 所以它就是这样子 慢慢开慢慢开 无人驾驶 好 那一样的东西 其实这个无印良品 也有在北海道推 因为毕竟它是日本 不可能跑到芬兰去自己国家不做 那就说不过去 不过像这样子的 这样子一个设计 其实真的是很贴旗 而且它不只是可以载人 它如果把它里面的空间 重新整理一下 它就可以像刚刚我们看到 那个无人卖菜车一样 它也可以做一个行动商店 或是一个行动图书馆 好 来再看到第四个 大家看到这个图样 你第一个想到可能就是 日本动画里面的变形金刚之类的东西 没有错 像这种造型十之八九 都是日本人做的 没有 这台车是日本 九宝田这个做农具很有名的公司 它跟NVIDIA合作 做了这一台什么样 农耕车 而且大家看到它的轮子不是圆的 是三角的这种 三角形的 对 它是三角 就画面这一个很妙 对 而且真的是 看它在正式工作的时候超酷的 而且它可以有各种变换 比如说大家画面看到它就是在洒水 我做一个洒水机 然后后面再一个水箱 我就这样子整个洒水 那为什么要做三角履带式呢 基本上因为大家知道农地的地面 不是那么的平滑嘛 所以呢我利用履带 我比较能够在高地不平的地方去爬 所以说你看到这么一台 非常酷的这个自驾车 让我们完全对自驾车的想法 完完全全的突破啦 所以大家就知道这个新创公司 在朝着无人车自驾车 真的还有很多可以去应用的地方 好 那我们再回到中国 那最近大家应该都很清楚 特斯拉的在中国目前所遇到的问题 好 结果现在中国的官方的媒体出来讲 希望这个不能说希望 根本就是要求特斯拉你最好 不要卖了啦 停秀停卖 干脆就停卖了 这很凶喔 好 那真的是很凶 而且是官媒出来讲喔 那到底是招了个什么事情呢 我归纳大概三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降价 之前就不讲了 光今年他降价三次了 光四月份又再降了一次 降了多少 三成 他Model 3最主力的车种 他现在在中国只要卖23万人民币 甚至他准备五月份要再推一台 只要16万人民币的 你叫其他的中国的电动车怎么卖 所以比较底业界很差啊 然后恒大不堪检验车底的底盘啊 是 唯一卖得好就是武林红 我都买两三万这样吃而已 其他通通都输特斯拉嘛 好 第二个问题就是 当初希望 给你这么好的优惠 你来这边设程 我希望你技术移转 结果到目前为止 通通没有 第三个也是中国现在他们最感冒的就是 所有的特斯拉的车子都有监控系统 可是监控的总部设在美国 所以中国觉得会有治安问题 中国要数据 对 他们说你这个监控系统 应该要设在我们中国 我们才能够去掌握这些数据嘛 所以基于这样子呢 所以这个官媒不爽了就出来讲了 好 所以我们对比到 华为也在卖电动车哦 可是你看到这台电动车 我们刚刚说特斯拉Model 3在中国卖23万 华为这还卖多少钱 38.89万 这样等于一百多万台币 是啊 所以中国的网友就出来说 酸华为说谁给你的自信了 你以性能来看 你根本还不如Model 3 唯一有赢的一点就是 续航力号称可以超过1000公里 其他的部分没有一个数据可以赢 赢特斯拉的 所以中国网友自己就出来讲的 会买华为基本上就是爱国 其他就不用说了啦 好 坐车不是只有华为在说 连OPPO都在坐车了哦 你很难想象OPPO做手机的 当然之前小米都说要坐的 OPPO要坐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人家真的是玩真的哦 这个他的执行长陈敏勇就出来讲了 我们是玩真的 因为我们已经跟宁德时代 已经开始在合作 甚至他已经从小鹏汽车 我们知道小鹏算是中国 算是相对比较成熟做电动车的 他从小鹏挖了研发人员郭彦东 来这边长冰符 所以很明显的告诉你 OPPO人家是玩真的 不像有些公司真的都是随便喊喊而已 好 再看到美团 送外送的美团居然要推一台 level 4的自驾车 我们刚刚看到亚马逊也推啊 这有道理啊 他就可以外送这一些所有的餐点啊 没有错 如果单纯就外送来说 一点都不稀奇了 因为美团自己公布的数据 他们其实之前已经靠这无人车外送 已经接了3.5万笔订单 可是重点是他这一台 他号称是level 4 可是我觉得基本上不可能 好像画面这一台 这一台号称level 4 变成他的配送的无人车大队 是 那level 4的概念就是告诉你 我就是完全自驾了 那只差别是到level 5 就是我连方向盘都可以拿到 好 那我看到 现在全世界做自驾最厉害最先进的 大概就是NVIDIA的技术 那黄润勋就在之前不久才刚说过 全世界真的要到level 4到level 5的话 大概要2030年才有可能 现在以全世界做自驾车最先进的 大概就是奥迪最新的A8 也不过是勉强算level 3 像我们刚说的特色啊 其实都只有level 2而已 level 1 level 2都只叫做辅助驾驶 不能算是自驾 好 那你现在 你美团说你可以到level 4 我个人是强烈怀疑啦 我觉得碰轰是最有可能的啦 好 再看到哇 百度 我们之前其实也就已经讲过 百度已经在做无人自驾车了 好 他现在是正式要在北京 推自驾计程车 就跟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亚马逊 也是一样喔 亚马逊还在测试 但是 他现在也是在测试中 这一台也是外形长得蛮可爱的 是 好 那所以他准备要去坐自驾车 而且是坐自驾计程车的时候 那就另当别论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准备要办东运嘛 那其实他们做这些事情 都准备是为了东运做准备 而且这个百度的这个自驾计程车呢 就是也是一样 乘客你只要上网去用他的APP 那车子就自动来这里 好 不过他有多了一个功能 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 你还要去扫健康嘛 好 那他也提到说 那万一如果真的出事的话呢 他会透过5G 透过云端 紧急掌控这一台车 那以确保这个乘客的安全 所以越中我们刚刚看到的是 中国的电动车大要进 对 就既上一次半导体大要进之外 现在有电动车大要进 那恒大本来卖房子的 现在有卖电动车都被抓包 说他好像底盘有状况嘛 不能拍 那但是呢 以全球的下一轮科技战场来讲 无人车电动车真的是超级大战场 没有错 因为合作的同志贤 在之前才刚讲过 大家现在说半导体很夯 说智慧型手机很夯 可是这两个东西加起来 一年的产值 全世界也不过一兆美金左右 可是他预估电动车 未来市场是六兆美金的市场 大家当然要抢嘛 所以这是一个全世界 大家都在做的事情 所以你光以中国来说 去年全世界发行最 就是新款的电动车 最多就是中国 我有查过高达147台 不一样电动车 147万 不是147不同类型的 你说147种不同类型的 不同类型的 可是对比美国去年只发了15台 你就知道要查多少 好那其次比较多的 其实就是欧洲 但是欧洲有这么多国家 加起来都还没有中国过 所以就知道 中国它在电动车这一块市场 真的是势在必行 所以你才看到现在 各行各业 大家都想去分一杯 那当然很重要的就是 因为中国补助很多嘛 而且我对我的股价有帮助嘛 所以不管有关无关 反正我就是要去沾上边 好我们稍后回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